大家好,我是11月蓝,一起来关心5月2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新冠疫情,花莲县政府在24号确诊新增1211例 确诊累计病例是24321例 而大家所关注的儿童BNT疫苗花莲县则是配发到了9000剂 而相关的施打政策以及方向 一起来通过镜头带您到防疫记者会现场了解 新冠疫情,花莲县政府24号确诊新增1211例 同时在儿童疫苗,花莲县配发到了9000剂的儿童BNT疫苗 在5月30号进行校园疫苗的施打 并且家长可以入校园陪伴5岁童施打疫苗 那我们要谢谢国小端的花莲市吉安由门诺和慈济来帮忙施打 其他乡镇由13乡镇的卫生所来帮大家施打 另外国中和高中由雾花和国庆花莲医院 以及花莲市卫生所吉安乡卫生所来为国中和高中生来施打 所以我们要谢谢这些医院 等于说花莲北区的四大医院全部在下个礼拜会投入国小、国中、高中 以及13乡镇的卫生所也都会投入来施打 另外就是说如果5月30到6月7号 您没有施打的在学校入园入学的学生 在学校你如果还在犹豫没有施打的话 或者是您没有到校 没有关系 那时候我们的学校端会开出一个补接种的通知单 那国小的部分您就到卫生所来预约施打 国中、高中的部分就到医院来预约施打 那还有一种就是满五岁可是他没有入园 没有去幼稚园 满五岁没有去幼稚园的 一样您可以先您可以打电话到13乡镇卫生所来预约 一样6月8号会为大家来施打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